经过一个月密集的培训课程 2021花莲石雕艺术营人才培训活动 6号上午举行的捷讯成果发表展 参讯的6位学员除了在会场展出自己的石雕作品 也分享他们的创作历程还有内心的感动 一件件精美的石雕作品映入眼帘 不管是选用在地食材还是复合式的主题作品 都呈现在花莲县美术馆当中 这是花莲县文化局举办的第5届石雕艺术营人才培训成果展 6位学员跟着指导老师一对一学习 从8月5号到9月5号一个月的训练课程 每个人都收获满满 我觉得大概很可贵的是可以像这次是可以一对一的 然后在老师很紧密的在老师的工作室 然后可能跟着一个就是所谓的正直的创作者 然后艺术家他是怎么样就是去安排他的工作 然后分配他的时间 因为我觉得这次我做的建筑比较多 我做了四个 然后其实没有老师的帮忙下 就是我其实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完成的 因为就是可能在经验的 就是经验上面其实还很不足 所以可能会有很多比如说多余的动作跟工作 然后因为老师的工作习惯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就是打好很扎实的底子 在未来就是自己离开乐花脸 然后可能开始自己做创作会有很大的帮助这样子 那这次我觉得石雕创作最大的体验就是 老师让我尝试了比过去更多的石雕工具的使用和应用 那我一开始觉得拿大招很可怕 那就试着调整自己的知识 就发现他用来不会腰痠背痛这样子 我不是特班出身 但是就是 就小时候有兴趣 然后又从小到大就看着 看着花脸伴这个活动 我找到 就是产生了这个兴趣 然后就是参加这个活动 让我很意外 我想我原本的创作 因为也是我一开始讲 在思考一个形式问题的工程之中 我们的精神过多过少 就会被一个既有的框架 逐渐的贡献贡献贡献到一个精致 但是我觉得老师给我的一个灵感 就是形式里沿路 我们思考一个最核心的一个精神 那这个精神究竟是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我们花脸的好山好水 我们的好人文 感受到最真实的 触动心情最真实的那一个部分 那就是转化成作品 那就是最真实 最有情感的一个作品的所在 我想说就是从这一边我学习到的 其实是除了各位老师的技法 跟经验之外 还有最重要的是这个启发 它会启发到我相信自己的路 相信自己的想法 然后更坚定的去走之后的操作 一开始就是 谢谢老师 就是在做石雕穿作的时候 就是他督促我做模型 因为我本来都没有这个习惯 然后 做一做就发现这个做模型 真的做模型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现场学中卫特别到场 肯定老师群和学员们的努力 希望大家可以在创作路上 持续发光发热 在一个月的日子里 无论是放样 无论是先做模型 无论是一刀一斧 我想这都是有很多心灵中的对待 无论你的创作的 你的原创的设计 到之后能落地完成 整个在整个过程中 老师的指导非常非常多 而这样每一个人去细细的评论 即便只有一个月 我们更希望你无论回到澳门 无论你回到你的学校 或者你的工作场域 你一定会常常相信 老师的任何一句话 给你起课节的体会 和生命中很多人的期望 这次学员们的作品展期 从9月7号一直到9月26号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到文化局美术馆来一探就近 记得徐立琴华联士报导